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hnPay 今次影片我們會看看未來萬聖節活動的內容 包括一些超型的造型和新的外觀等等 還有更新一下伺服器的情況 這個channel抽APEX的方法將會變一變 讓大家比較容易抽中的同時 也獎勵經常追看影片的各位 方法在影片後面講 先看看伺服器的問題 就算沒有看上一段影片 都知道近來APEX的伺服真的炸了 官方Twitter推出的貼文也確認了他們知道出事 上次的消息是22日 也就是香港台灣時間的23日凌晨 APEX更新 將會實裝一個伺服器方面的改正 官方希望這個會解決問題 另外昨晚也說推出了一個伺服器方面的更新 成功令延遲等等的問題減少 還附送了一個什麼標準都沒有的圖表 不過玩久了APEX的玩家都知道不能夠盡順 所以沒有人能夠確認23日的伺服器可以回復正常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上星期日玩起來的確穩定了一點 相比上星期五連滿隊入場也很困難 官方說的周末修理的確有改善一下斷線 但進去之後15隊以上會有慢動作幾乎都是肯定 而因為連線問題官方將排位下半分季的一個星期換到這個上半分季 所以對下半分季本來想爬分的朋友就可能增加少少壓力了 下面我們就一起看蘇哥阿葛找出的未來活動內容 這個是萬聖節活動的內容 其實活動進化更新時候的這些東西已經找出來了 只是一條片的資訊太多的話怕大家消化不了 那個時候伺服器更加處於低谷了 所以現在稍微改善了再跟大家說這個 希望能夠挽回大家少少對Apex的愛 Fructo和Carando在眾多的數據壓掛街中資料算是最完整 所以今次都是選擇總結他們找出來的東西 今次的活動會叫Monsters Within 暫躍就是心中的怪物 這個會是一個維持三週的活動 而活動帶來的限時模式 根據Carando的資料會是每星期換一次 包括之前的影樂模式和暗影大屠殺 最後一個星期的限時模式暫時未知 希望會有一個新的玩法 活動會帶來40個主題外觀 特別的是只能開活動的組合包和融合成金屬買 似乎不能夠用Apex幣換取 不過仍然會有三個免費用活動分數就能夠拿到的外觀 應該是每個星期換一堆 現在就看今次活動的造型 舊的萬聖節活動造型 會以銅菌包的方式再買 然後當然有新的造型 其實在之前光學噴質都已經提示過 這個亡靈的狼人造型和沉迷犬就是例子 還有以下不同的造型 這也是為什麼這個頻道喜歡分析彩蛋的原因 未來Apex所能推出的內容都很大機會早就有提示 在還未更新的時候猜猜 把Apex的熱度保持住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不是大家有話題就只有外掛和伺服器了 然後還有新的Hemlock、R99和噴火槍的造型 還有這些關於角色其次的內容 以上就是萬聖節活動蘇哥阿葵的內容整合 這條片最後這部分跟大家講一講 那頻道新的Apex幣抽獎方法 前半部分就跟之前差不多了 把一個留言的讚好數推高高 然後我就會在最高讚好留言的所有留言中抽出10個人 這10個人會在每週的第一條片推出的時候在我IG公布 當然我都不能跟EA每個月拿100條最好 所以這10個人最早聯絡我那位就能拿到那次的Apex幣 這樣我覺得能夠提高抽中的機率 又能夠令到比較關注的channel的朋友更容易中獎 今次EA繼續贊助Apex幣抽獎 所以記得訂閱和讚好條片 最後去留言區讚好留言 先說到這裡 多謝你們的收看 來這裡 來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